北市前站的部分看到的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他最近是遭到对手阵营的连连抹黑 陈时中在专访的时候就透露了 诸有支持者不舍跟他说看到你就很想哭 陈时中说他一听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而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陈时中是一连赶场了两场庙口开场 而其中一场甚至还是许巧新的选区信义区 蔡总统也是力挺到底全程陪着他 还大赞说陈时中的领导力是被检验过的 是三位候选人当中最好的 陈时中的庙口开奖 一场接着一场半奖 政见愿景民众很捧场 总统蔡英文常常都不缺席 再怎么样都要来相挺 大赞陈时中过去担任防疫指挥官的角色 这个经验让他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我们自己来看看 现在台北市的这三个候选人 哪一位领导力最强 陈时中陈时中领导力很强啊 他不是说给你听而已 他也不是说把他自己包装得很好看 说他有领导力 他是实实在在被检验过的领导人 大家说是吗是吗 是 但近来陈时中深陷 嫌诸守正义开奖的地点 就在徐晓星的选区信义区 陈时中痛批对手正义 抹黑抹黄刺风不可掌 台北市民眼睛是血亮的 大家不会允许像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的行为 恶劣的选风 我就给大家拜托 要怎么样遏止这样的恶劣的选风 那就在11月26号 大家用选票来表达台北市民的追准 现场满满的支持者要给陈时中信心 陈时中在专访的时候也透露 没有粉丝看到他遭到攻击 真的很不舍 然后就是说看到我这样被攻击 他每次看到都想哭 在那个当下我事实上是有情绪 不是在演讲的时候 当下我赶快回了一下头 那我母亲跟我讲 我说我其实想要跟他讲说 当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民众的关心陈时中眼泪差点灰皮 把握最后倒数时刻 妙口开掌跟大家拉近距离 记者说明丽米洲台北报道